来关注最后一跳 中央也是5253B 然而到现在呢 已经有更多年轻的运动 16岁的选手 现在已经要被称作是老将 没有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是每一位逐门员的梦想 都获得第四美金 中央老师有说 他会觉得 被逐温产 逐温压过一套 会呀 那肯定自己不舒服 搁谁谁会舒服呢 这是跳水界 算是一个传统吧 就是这样的 新老更替非常快的 但是这是事实啊 你得接受啊 我自己是会有遗憾 但是毕竟还是更多展示国家的风貌来为主嘛 因为毕竟是我两个小队友跳得更好一点 就是相对来说 就我们三个搁在一起 就是他们两个可能会水平更高一点 成功率可能会比我大一点 陈老师有说 他会觉得 会对生功率可能会比三个小队友 山本居美压过一套 对这种 会呀 那肯定自己不舒服 搁谁谁会舒服呢 肯定是希望自己会更强一点吧 看着别人跳得好 自己老是差那么一点的话 就肯定也会着急什么 毕竟这是竞争类项目 第一只有一个 也想让自己去为国争光 多么光荣的事情 没有在那个名单上 自己也会多少都会有点失落 但是这是事实 你得接受 每个运动员都有巅峰的时候 就是我的巅峰时期 可能已经过了一点了 没有他们两个那么强盛了 可能就会相比之下会稍差一点 这是跳水界 算是一个传统吧 就是这样的 新老更替非常快 年纪大或者是练的时间长 就是没有小时候会轻松 会翻得快 然后感觉会好 自己也很想回到电幕时刻 但是尝试下来 确实比较难 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之后 体能这方面 还有自己的身高 会和以前不一样 你就得做调整 伤病也会随之增多 各方面难题都会有 我的背和我的腰都不是特别好 然后以前肩也有伤 伴随着每天训练 可能也有会肌肉拉伤这些什么的 像这些伤病的时候 或者最痛苦的时候 会给你们亲打电话吗 没有 不过不会 我没怎么跟他说过其实 因为我觉得跟自己父母说也没用 他们帮不了你 这些事情还得你自己来考 那一场让你觉得最精心 或者最显法 或者所谓更勇于怀的一场比赛 应该是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腰有伤 然后就也是比赛前有两个动作 我是就是没有办法完成 就其他动作也有影响 但基本还能勉勉强强 然后把它翻过来把它插下去 但是那两个动作是完全就是影响到了 就完全没办法跳 我们教练就去跟我领队说这个情况 然后呢领队就只说两句话 你要不就弃拳 要不就跳 然后我就说那肯定要跳 这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不搏一搏怎么知道能不能行 看一下张佳琪 一个正常的发挥就可以获得冠军 没问题 北京代表队在本届全员会的跳水赛场 收获了第四枚金牌 其实你能正面的记忆 就拿到区域关系 拿到区域关系 就你为什么父母还要这么拼呢 没有可能是自己有点不甘心吧 因为我老在国家对待着嘛 然后大家都实际着然后往上拼啊什么事 可能这种情绪又带动到我 就觉得可能我还可以 可能我还能行 我就想再试一试 就不要一下停下来之后 让自己后悔就好了 好的 对就是吧 这个位置稳住了 就正常连接就没问题 是吧 之前奥运会前 跟全红产和陈玉希不相商家 甚至是有赢主书 但是奥运会和全运会完以后 他呢就是反反复复 也加上伤病稍微有点多 包括这次世锦赛 包括这次世锦赛 他也没参加成 对他的这个信心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们也确实在做这个工作 他说不出来什么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 我们相信他说好好训练 他就一定可以再继续达到 21年那个日本奥运会时的水平 我叫张佳琪 小名 小名叫小金豆 小张同志呢 我们老师评价很高 而且说以后有可能会出 我们国家跳水的希望 我是从四岁开始接触 要算是正规训练什么 是六岁开始 一般都觉得 北京孩子可能 就是有很多选择 很少人去 少爷少年那种 对很少人去当运动员 这么一个就辛苦 刚开始也没想到 往跳水这方面走 然后是也算机缘巧合吧 才走水也很过 就是兴趣嘛 然后呢小孩也是觉得 多个发展多条路嘛 从早上六点差不多 五点五十开始起一天 然后呢中间中午的时候 回来休息一下 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再训练 然后练到晚上七八点吧 周末就只有星期天的下午会休息 从我进到国家队开始就是这样的生活 就是靠着自己那份信念吧 还有想为国争光 为自己天才的这份心吧 自从上面跳下来会疼吗 你要是拍到了 或者是角度不好会疼 但是一般比如说角度不大 或者是跳得好的话 可能就手心会疼一疼 最开始的时候会经常那一点 只能说还行吧 拍的也多 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是还好 因为我有听过就是很多人就是也是比我还惨的 拍到吐血啊 然后拍到眼角磨脱落啊 这都是很多啊 不是说专业选手就不受伤的 跳水运动员没有没伤的 刚才你说的那个运动员 他是18年1月份受了一个很大的伤 他整个膝关节里面的韧带和这种筋啊 全部都断掉了 他是左腿受的伤 他的右腿的这些所有的疤 都是从这边把该需要的这些韧带摘出来 补到这边来做搭桥 他才保住了这条腿 其实像很多孩子在这个年纪 可能很快乐 甚至所谓不忧不虑啊 但是你要需要这么减苦的训练 加上还有伤病 其实是不是一个还挺痛苦的事情 会有肯定会有 就这种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有吧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就是竞争比较激烈 所有人都会有抱怨啊 什么就是练不动啊 然后呢感觉教练过的计划太多 我玩不成啊 然后或者是自己动作跳不好之后 自己着急啊 或者这些都会有 但是抱怨完之后收拾好心情 继续挑战自己然后往上走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肯定你拥有别人拥有不到的东西 你就可能会 肯定会失去别人拥有的东西 现在其实是已经上大学了 进入大学成为一个大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可能就步入到另一个社会了吧 算是说 因为我们运动队就是那种跟军人一样 就是军事化管理 从小就是在运动队待着 也没怎么接触过学校的一些学生 可能对于外面的一些知识啊理论什么 我不太清楚 但是要是相对于跳水这些 或者是跟别人打交道这些 我可能还是比较清楚 现在就是很憧憬校园生活的一个状态 我可能会尝试些别的吧 因为我挺喜欢新香港的 就是想试试自己没有接触过 或者是没有干过的一些事情 可能如果最终不行的话 可能还会回来接触跳水 可能是当一些幕后的工作者 或者是打分啊 结分啊 或者是当教练什么这些 你有想过谈恋爱吗 谈恋爱 有吧 有喜欢的人吗 嗯 目前没有 想过初恋是什么样的吗 初恋 我喜欢高高高大大的那种 然后 肯定长了帅 其实他的 我倒是没什么要求 他们都不在意 给他一下 哦 我总是不会除了 我还аж啊 就这样 我购销了 什么 我一定会一直在付中国 热